欢迎您收看亚洲简报 日本周四排放福岛废水 中港协调封杀日本水产品进口 澳门更甚近乎全境 美国之音 在日本决定最快于星期四向太平洋排放 经过过滤和稀释的福岛核电站冷却废水后 北京和香港计划扩大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 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 将从周四起禁止来自福岛 东京和其他八个独县的水产品进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称 排放将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核污染的风险 中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保护海洋环境和确保食品安全 周二 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锤秀夫 就日本政府宣布 8月24日启动中国所称的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提出严正交涉 不过 锤秀夫大使当天发表声明 澄清日本将向海洋释放的不是核污染水 而是Alps处理水 日本一直以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极为严格的评估 但中国依然坚持没有科学依据的主张 日方对此感到遗憾 同时 声明还就中国对包括水产品在内的日本食品强化检疫措施 表示不能接受没有科学依据的措施 声明批评在欧盟国家等撤销对日本食品进口限制措施的情况下 只有中国在逆行这些潮流 亲中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周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强烈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他称已指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及相关部门 立即启动对日本水产品进口管制措施 同时 澳门特区政府也宣布 从8月24日起禁止进口源自日本十个都县的鲜活食品 动物源性食品 海盐及海藻 包括蔬菜 水果 奶及奶制品 水产及水产制品 肉类及其制品 秦淡等 澳门表示 特区政府高度关注这一事件 市政署一直和国家海关总署 拱北海关保持密切联系 已已和香港食安中心建立通报机制 在日本福岛核电站2011年3月遭受海啸的毁灭性重创后 中国和香港限制来自福岛和其他一些地区的食品进口 据日本时报报道 上个月 中国海关宣布将严格检疫所有日本食品进口 导致大量日本食品进口清关被延迟 据中国官方统计 7月份 中国从日本进口的水产品比上个月环比暴跌了35% 降低至3238万美元 日本产品在香港海关的清关也受到了打乱 日本农业 林业和渔业产品及食品2022年的出口 36%出口到了中国和香港 中国是这些类出口的最大的市场 达到2783亿元 香港位居第二 为2086亿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22日宣布 若天气和海洋条件没有问题 周四起排放经过滤和稀释的福岛核电站废弃冷却水 根据计划 日本至少需要花上30年时间来排放约130万吨处理过的核废水 在公布排海作业的前一天 日本政府表示已就此问题获得了与业界一定程度的理解 岸田表示今后就算需要数十年的较长时间 作为政府都将负起责任应对 直到处理水处置完毕 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经过两年的评估后 7月4日批准了东京江福岛核电站 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排入大海的计划 根据日本的计划 这些水浆首先被过滤 以去除除川以外的大多数放射性元素 并被稀释到远低于国际标准 尽管日本坚称经处理后的废水排放是安全的 符合国际标准 但是仍招致少数国家的批评 其中以中国最为猛烈 此外 金融时报报道说 东京将排放冷却水的时间 特意安排在上周美日韩三国大卫营峰会后 以避免在此前可能激发或影响 与邻国韩国关系缓和的局面 周二 韩国政府表示 对于日本排放计划 韩国看不到有任何涉及科学或技术的问题 洪水迫使巴基斯坦近十万人撤离 半岛电视台 在巴基斯坦的庞浙普省 约有十万人因苏特莱结河决堤而被疏散 数百个村庄和数千英亩土地被淹 河水位处于35年来的最高水平 据信印度当局因季风雨过大而向苏特莱结河 释放了过多的水库水 去年巴基斯坦经历了数周前所未有的洪水 影响了3300万人 造成1739人死亡 造成300亿美元的损失 共和党辩论的六个建议问题 华盛顿邮报 今晚将举行首场正式的共和党初选辩论 华盛顿邮报整理了一份 他们认为应该提出的六个问题的清单 这些问题涵盖了一系列引发辩论的问题 比如询问谁认为迈克 彭斯在1月6日做得对 以及考验候选人政策知识的问题 比如要求他们具体说明如何应对芬泰尼危机 这些问题还涉及经济 堕胎 以及政府是否应该利用权力 惩罚企业的政治立场等话题 华盛顿邮报承认 其中一些问题可能无法得到深思熟虑的回答 但他们认为提出这些问题仍然很重要 以了解候选人如何处理困难的问题 新加坡的Grab加速盈利预测 亏损缩小 日经亚洲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轿车和外卖公司 Grab预计将在预期之前实现季度盈利 这得益于成本削减措施和核心服务需求的增加 Grab现在预计在2023年第三季度实现整体盈亏平衡 提前于之前的目标第四季度 该公司还预计将今年的调整后 EBITDA亏损缩小至3000万至4000万美元 而之前的预测为1.95亿至2.35亿美元 Grab在第二季度报告了1.48亿美元的亏损 相比去年同期的5.72亿美元亏损 有所改善 该消息使Grab的股价上涨了超过10% 美国考虑向台湾出售F-16搜索和跟踪系统 日经亚洲 根据五角大楼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 可能价值5亿美元的F-16战斗机 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 以及其他设备 此举可能激怒北京方面 后者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此次销售的主要承包商将是制造F-16战斗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为了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台湾计划将其军费支出年增长率提高到3.5% 已在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印度航天器在月球南极着陆后创造历史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印度的月船三号宇宙飞船成功降落在月球南极 使印度成为第四个登陆月球的国家 也是第一个到达月球南极的国家 这个重26公斤的机器人小车将探索月球表面 寻找水资源 此次成功降落是在印度此前登月失败后取得的 印度已经成功进行了77次火箭发射 并且现在正计划扩大其在全球卫星市场的存在 中国警告 福岛废水释放可能引发哥斯拉后果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在福岛核电站释放130万吨经过处理的废水之前 警告可能会出现现实版哥斯拉的后果 这项排放计划将于周四开始 引发了核污染的担忧 并被中国指责为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 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批准了这一举措 但中国对此表示愤怒 并召见了日本大使以抗议这一决定 日本坚称这些水是安全的 并将进行密切监测 但中国认为这种排放将把核污染的风险扩散到全世界 菲律宾的补给任务是中国退让还是长期策略的迹象 南华早报 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补给任务的回应 似乎是在试图防止与东南亚邻国进一步孤立的情况下 退后一步 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正在玩一场长期游戏 很快将恢复其强硬行为 虽然中国对补给任务的回应并没有发生重大转变 但它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方式 表明北京不希望升级紧张局势 然而 分析人士警告称 中国可能会决定在未来更加强硬 因为它具备军事能力来这样做 印度信实零售 从卡塔尔主权基金筹集了10亿美元 日经亚洲 印度亿万富翁穆克什 安巴尼的零售企业 Reliance Retail Ventures 已从卡塔尔主权基金筹集到827.8亿卢比10亿美元 以应对塔塔集团 亚马逊和沃尔玛旗下的 Flickart等竞争对手的增长 Reliance Retail Ventures 在最新一轮融资中 估值为8.28万亿卢比1000亿美元 几乎是2020年的4.21万亿卢比的两倍 Reliance Retail Ventures 在印度拥有最大的实体店网络 销售食品杂货 时尚和电子产品 该公司计划通过积极扩大业务 和收购地区饮料公司和消费品品牌 进一步扩大其对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 巴基斯坦总统召集选举委员会主席 商讨下一次选举的日期 路透社 巴基斯坦总统召集了该国选举委员会主席 讨论在宪法规定的90天期限内 确定下一次选举的日期 该期限将于11月初结束 此举是在被监禁的前总理伊姆兰 汉领导的反对党指责即将离任的政府 拖延选举安排 原因是汉的人气日益增长 汉目前因涉嫌出售国家礼品而被拘留 选举委员会官员表示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 需要到12月份才能制定新的选区 这可能会推迟选举至2月份 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蒙古保持抵抗态度目前为止 外交官 蒙古的第三邻国政策 旨在积极与中国和俄罗斯以外的国家进行接触 但这两个国家一直在削弱和压制该政策 然而 美国一直是蒙古的战略伙伴 并一直在帮助蒙古 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主导地位 蒙古一直是美国可靠的外交伙伴 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 作者认为 美国应该增加对蒙古的投资和技术支持 以加强其经济实力 并防止俄罗斯和中国的压力 印度国有支付银行 计划在2024财年 将收入翻倍 董事总经理Rankatomo 路透社 印度邮政支付银行 IPPB 计划今年将其收入翻倍 并寻求与更多银行合作 销售贷款 据董事总经理 J.Vankatomo表示 这家国有支付银行 在2022-23年 实现了2亿卢比240万美元的净利润 而上一年 亏损了16亿卢比 IPPB致力于 通过其庞大的邮局和员工网络 与贷款机构 扩大合作伙伴关系 已在印度农村地区提供贷款 目前 法规禁止支付银行 使用自己的资金进行贷款 但允许他们销售其他银行的产品 印度在月球南极附近 着陆了一艘航天器 半岛电视台 印度成功将其月船三号宇宙飞船 降落在月球南极 成为第四个实现月球着陆的国家 这次任务对月球探索非常重要 巩固了印度作为太空强国的地位 这次着陆也被视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的胜利 他正在参加金庄国家峰会 预计该宇宙飞船将保持功能状态两周 并进行实验 包括分析月球表面的矿物组成 乌克兰最新消息 乌克兰表示 俄罗斯的袭击导致学校工作人员死亡 粮食被摧毁 日经亚洲 周三 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东北城市 罗姆尼的一所学校 造成四名教育工作者死亡 四名路人受伤 据地区军事管理部门称 这次袭击发生在一架 俄罗斯无人机击中学校时 另外 俄罗斯无人机还袭击了 乌克兰多脑河港口伊兹美尔的古物设施 摧毁了1.3万吨古物 袭击古物仓库 被视为俄罗斯试图阻止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 与此同时 俄罗斯任命了一位代理航天部队司令 来取代在6月份瓦格纳雇佣兵叛乱后消失的谢尔盖 苏罗维金将军 在叛乱期间 苏罗维金在一段视频中呼吁瓦格纳领导人 叶弗根尼 普里戈金下台 尚未经证实的报道称 苏罗维金正在接受可能与叛乱有关的共谋调查 并被软禁在家中 此外 俄罗斯击落了两架乌克兰无人机 导致一座住宅楼受到轻微损坏 作为对这些袭击的回应 美国重申不鼓励或支持对俄罗斯境内的袭击 并表示乌克兰有责任保卫自己免受俄罗斯入侵 美国还表示 俄罗斯可以随时通过从乌克兰撤军来结束战争 这些袭击发生之际 乌克兰战争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 双方都在加大攻击力度以争夺争议地区的控制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